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电竞可以赚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 内容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我突然觉得好像这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 我想去走这样一条路 证明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 我觉得在我刚开始打职业的时候 刚开始就喜欢游戏的时候 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项竞技 只是我的感觉告诉我 我很喜欢这样一种和别人对抗的感觉 当我后面国家体育总局03年 把电竞技列为体育项目的时候 我才了解到我是在从事一项竞技 我可能像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样 在那时候才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我感觉我想去走这样一条路 我觉得我想通过这样一种竞技 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 其实在我成为职业品种18岁之前的时候 我都不了解什么是人生 我不知道什么是人生 我就觉得就是我的父母 并没有给我传授什么是人生 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透彻的人生观和知识 我只是觉得就是像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一样 如果说初中毕业了 有人就出去去南方打工了 然后或者在当地找一个对吧 搬砖的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因为本来我们那个从小身边的环境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并没有人生这个概念 只有到当我通过电竞可以赚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好像这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 我可以以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 不需要家里面的人给我去更多的钱 我就可以活下去 在此前的2005年新加坡和2006年的意大利盲扎WCG上 人黄斯盖曾两次夺冠 是魔兽争霸项目史上第一位华人冠军 也是未免该项目的世界第一人 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河南汝州四五线的城市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亲戚 可能都还不了解电竞是怎么回事 他们只是知道我拿了很多个世界冠军 觉得我打游戏很厉害 肯定看不懂王者荣耀 也看不懂英雄联盟 也看不懂魔术车霸三这样的游戏 我回去的话 我也没有看到说他们的父母说 很支持自己的孩子走电竞这样一条路 反而经常会对孩子去有点带那种 威胁的那种感觉去说 你好好上学 你要上不好 你就跟着他去打游戏了 在我打职业之前 我觉得我所有的人生都是被父母安排好的一条道路 他们告诉你应该这么做 告诉你应该那么做 然后但是这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也了解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爸爸跟妈妈 其实他们也就是初中毕业 高中都没有上 但是他们希望我能够考上一个 对吧 不说清华北大 但是希望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其实这是有一点点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因为本身他们也不能在学习方面给予我很多的知识 但是他们给我设立了一个 他们当年自己都没办法去完成了一个梦想 所以说当然我不是说我父母不好 我很感激他们就是给我后来提供了 让我自己去闯了这样一条路 让我自己去尝试电竞的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的一切都是在最好的时间段的时候 比如说通过我的争取 然后父母选择了放弃对于我人生的规划 让我开始走了我自己愿意走的这样一条路 然后以及包括通过我自己的争取 我刚好在恰当的时候也拿到了第一笔的奖金 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让我能够去支持下去 所以说我是觉得就像别人有时候问 Sky是不是可以复制的 我觉得很难复制 但是你可以成为下一个类似于我这样的人 就是你也有机会成为自己的世界冠军 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享受 但是我其实应该最享受的就是 打职业那段时光过得很单纯 我觉得就是你每天不需要去思考很多外界的事情 你所需要的就是管理好自己 让自己对吧饮食健康 然后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 去迎接每场比赛 然后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磨练自己的技巧 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单纯 但又竞技性很高 对抗性十足的一种 我觉得让人很享受的一种生活 其实职业选手我觉得最好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这么说不用踏入社会 我觉得你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里面 但是一旦开始你现在无论是做我们的这个态度 还是说是做俱乐部的管理也好 很多时候我需要面临的是社会 就是我需要去这个在更大的一个框架内 受到很多这种一些约束 然后需要去成长 需要去学习 所以说它让我可能说不再像职业选手那样 那么单纯的只用去做好一件事情就行了 所以说对我来讲 我觉得可能内心里面还是更喜欢一个单纯的职业选手的身份 王校长充值的行为 课金的行为 包括很多选手拿冠军的行为 这些行为其实或多或少的 它都去表现出来了一方面的这种推动作用 尤其是随着冠军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可以向国外很多人去证明中国的国力 我们的一个荣耀 对吧 用电竞去影响更多的其他国外的人 代表着就是中国的一个电竞的一个新的实力 和新的一个高度 那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这个里面的一些支撑点 但是真正的支撑电竞发展的 我觉得还是科技的发展 就是科技的发展带来的设备的普及 带来手机的普及 它一下让电竞破圈了 让更多人去喜欢上电竞 可以随时随地地在4G 5G的冲浪之下 去感受竞技对抗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今天是WEA的比赛日 SKY 李小峰 与WE中单选手香格斯来到基地 希望能帮少年们解开对职业电竞的种种疑惑 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你觉得香格斯你先问一个 就努力有用吗 努力有用吗 你刚刚在跟别人说都努力了 现在我感觉天赋更重要一点 我跟你这么说吧 你们能打到现在这个位置 像你现在都打到了这个对吧 中单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成为了职业选手 代表你们是有天赋的 对吧 因为没有天赋 你们是走不到这一步的 你们来既然选择了打职业这个路 你们去尝试了 就叫你们努力了 然后你们就会离自己的目标 就越来越近 努力它不一定有用 但你不努力是肯定没用 对吧 我觉得现在风险比以前更大了 在大家眼里面可能说 我们要成为篮球的职业选手 我需要很高的身高 我需要很久的练习 成为足球的我也要从七八岁 就父母支持我去练就可以了 很少有十几岁在练 对吧 传统体育还能练出来的 但是孩子往往在十岁以下的时候 是没有选择权的 但是当你到十几岁叛逆的时候 你想成为体育职业选手的时候 你已经晚了 但这个时候他发现了电竞 就是电竞往往很多选手 一两年就可以成为优秀的职业选手 这个时间周期很短 他们会感觉到 我们也可以成为职业选手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对于生命的一个选择权了 那有了这样的梦想之后 这个梦想又是如此的一个平易近人 门槛这么低 但是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概率是很低的 确实你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能不能成为那一百个人 或者两百个人 或者上千个职业选手之内 以前魔兽之骂三来讲的话 其实全国我觉得玩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那个时候你成为职业选手的概率 可能会更大一点 就是说你只要打得好 你就能成为职业选手 但现在这个年代 看起来职业选手的数量 比我没说更多了 游戏也更多了 但是用户数也更大的呀 现在我们经常说到 对吧 全国有四亿的电竞用户数 我要智能手机的上面的 王农耀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手游 这个和民精英的玩家 都是这个电竞的用户 我里面可能这个当年的 想成为职业选手 可能一万个人 现在可能几百万人 都想成为职业选手 我觉得这个概率变得更小了 人生多一些选择也没有错 因为我们现在本来就是一个 对吧 什么职业 什么行业都会有的 甚至有很多行业 很多时候连我自己也看不懂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 想从事电竞职业 然后你也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那我就像我说的 其实可以很快地去试错的 有个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 在里面去尝试一下自己 有没有天赋 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够了 如果说你们 支撑得起 那可以去试一试啊 看一看啊 万一走出来的 那也挺好的 对吧 发挥一下自己的天赋 只是说是要有规划性的去做 不要说明知道走不出来 还要去这个一直坚持 那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更多 其他的人生的规划 在规模上 还有包括在参与的人数上 可能说比传统体育的很多项目 都这个要好上很多 但是我从来不愿意可以取代 因为传统体育 我自己也是一个 这个忠实的一个篮球爱好者 就是传统体育能带给 带给我的一些快乐 也不是电子经济能够带来的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 这种项目 我认为不存在取代这一说 只是说是很多年轻人 可能有了更加多的选择 很多这种有实力的选手 可以选择陪练 陪王 对 还有包括直播 直播也会让更多的 一些打得好的人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展现自己的魅力 展现自己的技术 然后甚至去教更多的人 那这样的话 他的收入也不会很差的 因为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 绝非一时 我跟你们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吧 有一位母亲 发现了自己的儿子 特别喜欢打游戏 而且貌似含小有成就 是北京市第一孙上香 所以孩子的梦想 就是想成为一名电竞职业选手 这位母亲很开明地对孩子说 电竞能拿世界冠军也是冠军 于是他就带孩子 专门去考察电竞俱乐部 结果看到俱乐部里面的选手 每天要重复枯燥的训练 十二个小时后 儿子对这位母亲说 妈 我放弃了 我还是好好读书吧 这位开明的母亲 是世界乒乓球冠军 邓雅萍女士 9个小时后 10个小时后 再来开明地上 7个小时后 太阳子 并且 1个小时 还是 1个小时 要 1个小时